朱女士这辆车是红色的 四扇车门 引擎盖 还有顶棚都被写满了黑色的字 其中有古代历史人物 比如诸葛亮 秦始皇 还有八个大字 江南大道到此一游 这位车主要小心什么什么的这种 第一反应就是说 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或者我欠别人钱了 我自己肯定非常知道的 我就不是那种人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种事情 那和庭的这个车位有没有关系 这个车位是我自己的 你看到这里过 都是我的车位 我花钱买的 朱女士住在金华五亿的玉琴湾小区 车子停在地下车库自己的车位上 她报警后调看了监控 显示22号凌晨一点不到 一名男子从地库走下来 朱女士的车刚好靠近地库入口 男子拉开了副驾驶室的车门 一屁股坐了进去 你这车门怎么锁呢 这个带个孩子真的 男子进入车内后一动不动 像是在休息 近四个小时后 他才开始有新的动作 在车里翻着起来 最终从后排翻出两个包 有两个包 然后还有一件我自己的外套 反正我第一反应也是 这个人也挺奇怪的 那也有牌子吧 东西的外套怎么着 也几百块钱千百块钱总有的吧 还有一个就是价值稍微高一点 就是我一个精气 我冬天买的毛衣练 青年刚买的 然后稍微刻重 也会那个一点三千八 男子拿完东西后 并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从车尾开始写字 最终把整个车身都写满了 直到当天凌晨五点半左右 他才离开车库 他给我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我很生气 我很火 真的 出了门到处对吧 擦掉的话 我还没有问过 我还没有驱关 那要重做油漆吗 重做油漆的话 反正四二四天说 三千块钱左右 这辆比亚迪 是猪女士六年前买的 花了四万多 记者找了块抹布 沾上水 试着帮猪女士擦了擦 自能擦掉 只是比较费功夫 猪女士估计 丢失的物品 价值近五千块钱 记者从金华五亿县 同勤派出所了解到 嫌疑人已经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 随便想的还是怎么样的 我会穿越时空和古人对话 他们会教我怎么做 你还记不记得 写了哪些字呢 哪些内容呢 前朝军是祖国亮 最朝军是柳伯文 前面就是江南大道 到此也有 那为什么要写江南大道呢 我故意用这个名字 江南大道是谁啊 是你自己啊 这是故意用的 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嫌疑人经济条件比较差 还患有肺结核 听到这句话 猪女士打算赶紧去洗车消毒 目前案件相关细节还在调查中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